女人从天花板上下来随手扯下两块毛巾 立马开始脱衣服 接着站到水管下就这么袭击头来 不是穷到交不起水费 而是为了躲避警察 志贤是个官用美人记忆的大盗 就在不久前为了盗取美术馆的藏品 他伪装成名媛 与馆长谈起恋爱 同伙大妈也有媳妇 他假扮成志贤的妈妈 叫馆长陪他四处看看 两人前脚刚走 志贤就开始脱衣服 再把头发砸起来 俐落地跳出窗外 表演一段肺炎走壁 轻松来到屋顶 迅速切断电闸 钻进通风扣中 顺着电梯颈向下 成功进入储藏室 去走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还不忘换上了假货 最后按照原路返回 时间配合得刚刚好 大妈和馆长推开门 还好只嫌假装肚子疼 才没有引起怀疑 然而就在这时 劲爆却突然响了 馆长急忙跑到储藏室 发现了被替换的假货 他赶紧命令保安 快拦住那对母女 检查他们的包 然而背包打开 里面却啥也没有 原来之前还有同伙 他们里应外合 早就将宝物送出去了 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下馆长肠子都毁清了 怪盗团回到据点 正要每每分钱 警察却突然找上门来 原来团伙的老大伯派曾经留有暗地 一旦丢失什么文物 警察们第一站总要来他这看看 大家迅速藏身 脏物都来不及收 还好警察不太聪明 把宝物当成了烟灰缸 趁其不被打开房门 也是一无所获 他们只好失望离开 大家这才一开镜子 从墙后钻了出来 伯派有些苦闹 警察盯得越来越紧 国内怕是不好混了 不如带着怪盗团 到海外碰碰运气 与此同时 在海的另一边 警察接到求救 赶到一家金店 老板却说啥事没有 只是不小心按错了号码 然而一旁的店员 身情却很古怪 他在纸巾上写下求助信息 和咖啡一起端给了警察 没想到警察没看见 旁边的黑智男倒是看见了 警察走后 他立刻逃出枪来 逼得店员连连后退 原来刚才那个所谓的老板 就是抢金店的强盗 此人名叫陈哥 手下也有一祸神通 但他厌倦了这些小打小闹 一直想干一票大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一个叫劳铺的人 带来一个好机会 同时解决了两边的问题 要说当今市面上 什么东西最值钱 当然是太阳之类了 闪闪发光的大钻石 估值整整三百亿 而且他已经找到了买家 岛上有名的黑老大 韦红 据说那人生性残暴 敢和他做交易的人 下场都很惨 无奈金钱诱惑实在太大 盗贼们还是决定 平而走陷 结下之一单 不久后 两个团队起去澳门 老普找来一位线人 据他所说 韦红有个情妇 经常出入赌场 太阳之类就在他手里 赌场顶楼有个豪华套房 套房里有两个保险箱 钻石大概率就在里头 不过这里守卫森严 布满了摄像头 房门用的还是磁力锁 除了情妇本人 任何人都打不开 为了拿到太阳之类 老普制定了完美计划 A队留守赌场打造人设 B队侦察地形熟悉情况 再买通服务员 把枪运进来 一切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出售 然而这天晚上 之前却听到了一个 惊人的大秘密 在来澳门之前 他曾受博派委托 去监狱保释了一个女人 女人代号百事 是怪盗团的元老之一 那是在很多年前 团队里还只有他 老普以及波派 在一次行动中 波派想要独吞金条 就在绳索上动了手脚 然而他没想到 百事出于担心 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还被监控派到正脸 不得不去自售 犯道是老普人间蒸发 还带走了所有金条 投机不成 十八米 波派发誓要报仇 澳门行就是个好机会 他与百事密谋 伪造了一条项链 打算事成之后调包 让老普彻底完蛋 终于到了行动当天 诚哥和大妈假扮夫妻 在赌场里大杀四方 借此拖住情妇 与此同时 只嫌熟练地挂上绳索 顺着外墙一路向上 来到了豪华套房外 另火人闯进控制室 利索地拉断电闸 趁着安保士林的功夫 只嫌潜入房间 打开了房门 开箱队迅速就位 分工明确 手法专业 很快就将保险箱都打开了 然而奇怪的是 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 与此同时 位于赌场的诚哥突然掏出一把枪来 大妈当时就懵了 剧本里也没写这段啊 原来诚哥打一开始 就不信任老普 当年他和同伙 曾经投刀过太阳之类 向和卫红做交易 然而故事的结局是 他侥幸保住了命 同伙却惨遭杀害 卫红这人太过危险 没有必要打上小命 这次来到澳门 他盯上的也只是情妇的钱 诚哥这么一道 赌场里顿时一片骚动 因此也没有人注意到 不远处的后处里 一个鬼鬼祟祟的服务员 正在开保险箱 而那里头的东西 正是价值连城的太阳之类 服务生将项链藏在碗里 不费垂灰之力就带出了赌场 与此同时 怪盗们收到了老婆的断信 这段时间辛苦了 忘记钻石的事吧 这是什么意思 咱们这群人不过是吸引火力的靶子 他早就扮成服务生 把项链偷走了 警察已经赶到赌场 当务之急是赶紧撤退 拆箱队刚走出电梯 就被警察逮个正着 志贤试图扮成员工 却因为不会说中文遭到了怀疑 危机关头 暗恋他的小弟挺身而出 吸引了警察的注意 志贤趁机逃跑 小弟却被抓住了 趁哥带着大妈逃跑 随手抢了一辆车 上演速度于激情 没想到却出了车祸 双双离开人世 从前好好当当的队伍 转眼间就只剩下了四个人 都无是因为老婆 他们下定决心 这个仇一定要报 他们顺着线索找到了那个线人 还绑架了他的宠物狗 爱权变成人质 显然只好乖乖配合 他告诉怪盗团 老婆下午三点会和卫红交易 黑智来到交易地点 熟练地搞坏了电梯 其余三人装成维修工 顺利混进了大楼 要赶在交易之前 拿到太阳之类 另一边线人约老婆见面 想为大家争取时间 却被一言识破 老婆将计就计 说起了当年的真相 那时 博派在绳索上坐手脚 害他摔断了腿 来不及逃跑 只好躲进下水道 藏了足足十五天 才敢回到地面上 他没有背叛任何人 真正的叛徒 一直都是博派 陈锋的真相终于解开 百事非常震惊 他不想再报复老婆 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然而志贤不死心 依旧四处寻找着 不经意间抬头一看 好家伙 居然就在吊灯上 真是得来 全部费功夫 他立刻换上假项链 从天花板上溜走了 下午三点交易开始 卫洪带来了鉴定人员 立马发现项链是假货 手下果断开枪 老婆惊险躲过 冲出了房间 枪声惊动了警察 他们正要闯进去 下一秒大楼发生了爆炸 卫洪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带着手下火速离开 老婆肯定要逃跑 马上去港口抓人 卫洪猜得不错 老婆确实在港口 还意料之外的 在这里遇到了百事 可还没来得及说句话 卫洪已经匆匆赶到 老婆只好迅速溜走 没想到警察也跟了过来 看见百事就要抓 老婆只好暴露自己 大声喊出了卫洪的名字 警察迅速做出反应 朝着卫洪开了枪 一片混乱中 老婆和百事找到机会 总算溜了出去 另一边 大楼里的枪战渐渐平息 志贤从天花板上下来 迅速脱掉衣服 大湿头发 装出洗澡洗到一半的样子 以为在警察身边 成功离开了大楼 最后得意的从毛巾中 逃出了太阳之类 志贤来到澳门 想将枪链出声 没想到却遇见了百事 他顿时得意起来 炫耀个眉弯 殊不知与此同时 一个乔装打扮的家伙 正在赶往他的住处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波三折兜兜转转 这最后的赢家 到底是谁呢 好了 这次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